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要来继续做这个我高老师的抛砖领域 就是说把我的策略的思考的这个背后的 这个深度的这个逻辑思维 以及创意思维来跟各位呢分享分享 那么我的目的还是只有一个 就是把我的这一个经验 把我这个思维 把我的心法 然后呢跟各位分享 然后呢希望能够抛砖领域 把我的思维 把我的经验放到你的脑筋里头呢 结合你自己最宝贵的你的这个思维 然后能够或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或是几十年当中 随时的能够创造出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等等 无限多种的新车类可以变对未来几十年你所遇到的这个机会 还有这个遇到的陷阱你都能够顺利的这个做到机会 顺利的避开陷阱 然后达成成功的一个境界 好那么在这一个单元呢 那么我想帮你回顾一下这个收音推理 这个收音推理法 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创意的这个来源 创意的来源 那么这个已经我们介绍过了 但是当时只是谈这一个心智的应用 心智的运用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实际的要以这一个跨平台的车类 我们的目标是要拟定有效的跨平台车类 好这里头要有很多个创新 好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问题 新的环境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新的车类 所以我们需要应用这个非常有创意的收音推理法 所以帮你做复习 这样你过去所学的 你才能够更深入的去领悟 OK 好 那么再说明一下 我们真正的在这个单元呢 并不是要把高老师的跨平台车类的很多细节 都跟你交代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藉由这个 我在这个探索 思考以及制定 这个跨平台车类 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应用的 那些幕后的思维 那么我想 凸显的是 想了解的 就是要像如何去观想愿景 如何去观察现实 我是以 以这个跨平台车类为一个例子 来凸显幕后的思维 而不是在这个跨平台车类上做很多的描述 因为如果我花了很多精神去谈这个跨平台车类 那就因为这是我钓到的鱼 等于是我钓 我去说明这些鱼 这是我钓的鱼 那我钓鱼给你吃 这不是我的用意 我的用意呢 是希望跟你多谈一点 这个 钓鱼 都谈了点钓鱼 所以呢 怎么得到这个侧类 要来自我们对厌景的观想 对现实的观察 还有假定跟否证 那么也就是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所学到的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这里头还运用的全老思考 所以总称呢 我们称为叫做思想 假设性思维 所以在这里就是 要来 藉由这个跨平台车类 就是我钓到鱼 就是藉由鱼呢 吃起来很好吃 然后来 说明钓鱼 是怎么钓的 所以我想教你的是钓鱼 不是钓鱼给你吃 OK 所以我在这里呢 不是要对这个鱼呢 做很多说明 怎么吃 有什么鱼不对 我是想凸显的是 怎么去钓这个鱼 就怎么去思索 怎么去创造 这一个跨平台的车类 OK 好 那这里就包括 有 透过Mapping from Vision 可以呢 引导我们去学习这个未知 就是Unknown 然后把这个Unknown呢 变成No 就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已知的知识 那这样子就可以呢 让我们能够找到呢 这个钓鱼的方法 钓鱼的方法 因为你想 想吃鱼 所以呢 会想 跟高老师想学钓鱼 想到钓鱼 所以呢 就会来学 很多很多的 包括这个鱼的特性啦 包括这个河流的特性啦 包括这个人的心境啦 包括钓鱼竿 鱼线 鱼有等等 可能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这个未知的 所以呢 我们就去展开学习 学习呢 就会变成已知 就表示我们就进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有更多的知识 来 拟定出 我们的有效侧类 OK 好 那么 谈到这里 我再先帮你做个复典 帮你做个复习 所以呢 我们在上个单元 我们有说明了 在这个整个 商业策略上 产品策略上 是这样来的 就是 就是A段架构师 他的 基本的 一个任务 就是 思考 商业模式 还有 创新的产品 还有架构设计 这是我在 上个单元啦 告诉你 说明的 就是A段架构师 要参与的 就是 商业模式 产品创新 架构设计 然后呢 在这里要 往 V段延伸 就是 这是A段 要往 V段走的时候 那 这是 A段在这边 A段 那 这边要有 V段 那这个 A段要到 V段 那V段 主要是来生产 这个产品的 生产这个产品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这个产品的策略 那 我这边 所定下来的产品策略 就是有三种特性 那我针对的产品 是终端产品 我是以终端产品为例 终端产品就是包括 软硬整合的 包括手机电视机 摄像头里头的 软硬件 还有包括 这个 跟终端产品 衔接的 叫做配件 像智能地毯 这些都是 OK 那这些呢 是定下的普遍性 跟可靠性 然后呢 在这个也帮你说明过 我定下来的 实现方案 是由软硬整合来实现 这个独特性的 由跨平台 来实现 普遍性 然后测试来 实现 这个可靠性 OK 好 那我还是说明一下 这是我定出来的 我还是一个 抛砖领域 这个并不是真理 好 因为 我只是抛砖领域 说这是我 我定下来的 我认为还不错的 但是放在你的脑筋里头 希望你未来 可以不断的 在精致化 不断的跟你的思维呢 做更多的结合 创造出更多更多的 未来的创新 OK 好 那 这个 我为了凸显 这个背后的思维 所以呢 我就暂时 不谈这个软硬整合跟测试 我就把重心 放在这个跨平台咯 放在这个跨平台的部分 来帮你说明 这一个跨平台车类的一种 思维 以及探索 以及呢 制定 OK 所以呢 这个现在就来 思索 拟定 有效的跨平台车类 就是说这一边 我们就暂时不谈了 另结合 测试也不谈 我们就把重心 放在这里 那上一个单元呢 也特别凸显的 EIT 跟跨平台的关系 那我现在要说明 为什么这两个会有关系 就是 在制定 这个跨平台策略的时候 那么 发现 这个EIT 是可以让我们 掌握简单 这EIT造型可以让我们掌握简单 然后呢 来当成我们车类 跨平台车类的基础 所以呢 可以掌握复杂 跨平台的 这个现象是复杂的 所以呢 掌握这个 掌握简单 操作复杂 就是从简单中 这个 这个掌握复杂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 把重心 放在这里 那我们 如何从 这一个简单中 制定出复杂 就是制定出策略 来掌握复杂 就从简单中 从简单的造型 然后制定策略 然后呢 这个 掌握复杂 然后让 这个跨平台 的方案 可以实现 可以达成我们的 普遍性 好 那么你学过了 四项假设性思维 这个是之前 帮你上个单元 帮你介绍的 这强有力的支撑 跌段架构师的 创意 还有 车类思维 意思说 我们要找到 跨平台的车类 我们必须 善于应用 善于发挥 我们的 四项 假设性思维 OK 那这四项 假设性思维 我们就来帮你 做个复习啰 好 这个就是 第一个 要先反思 反思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啊 assumption 这个假设 反思之后 我们就会有idea 就是放宽了我们的 这个思维 走出了我们的旧碉堡 然后呢 迈向 这个未来 所以就观想 到这个愿景 这是在这里 然后呢 这是在谈的是 我们观想愿景 的这个 但是在这里 还是模糊的 等一下 到这个 全好并用的时候 就会 清晰的 这里只是 走出碉堡 然后呢 去寻找 这个 美梦 所以在这里是 走出碉堡 走出 过去自我的 一种假设的 限制 走出 那个 自己 自己都 心以为真的 这个assumption的 极限 因此呢 就会有 发想 就会有 这个idea 这个呢 可以讲 叫做 发想 好了 然后 这个就 逐渐的 再稍微 清晰一点 聚焦一点 就叫做 梦想 OK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梦想呢 就变成了 我们的愿景 就非常清晰的愿景 这边 这个梦想呢 这个打开 那这个极限 就会有 发想 发想之后 就会有梦想 梦想之后呢 就会有 这一个 观想 愿景 这个清晰的 这个时候的愿景 就是很清晰的 梦想 观想 观想这个清晰的愿景 叫做 vision 然后再把这个vision 对到reality 这个reality 是在这边 去探索的 所以这个reality呢 对过来 所以两边 mapping之后 就会得出 这一个 可靠的 有效的 实现策略 或是实现方案 实现策略 ok 那么 这就是 我们的 这一个 想要 在这一个例子当中 想要得到的 叫做跨平台的 的策略 ok 然后呢 真正在 这一个 整个厘清之后 要在实现的时候 再来思考 有什么样的环节 很可能呢 会导致我们的失败 ok 那就叫做 意见失败 这就是 再来 这个 要再透过这个的 来把它 支撑的 更有效 ok 就是说 才叫做有效的 这个 跨平台策略 ok 这整个 构想 是这样子的 所以 就是 运用 四项 假设性 思维 来得出 这个 跨平台策略 在之前呢 我把这四项 假设性 思维 已经用了好几个 小时 帮你讲解了 现在呢 给你一个 实际的 范例 那么 我 把我自己的 这个思维 把它 拿出来 跟各位 分享 各位分享 希望呢 我的思维 真的 可以 结合你脑筋里头 最宝贵的 你自己的思维 而在 未来的 几十年当中 不断的 我能够 扮演 抛砖领域的 这个 作用 能够让你 不断的 创造 更多更多的 这样的 有效的车雷 还有 甚至 可以精致化 这个 四项有 假设性 思维 你可能 得出另外一种思维 OK 那这就是 我的目的 那么 这四项 假设性思维的幕后 就是 缩因推理法 所以我现在 就要来 帮你 复习一下 缩因推理法 因为过去呢 都讲了 是 它的 这个用途 它的 做法 但是 但是 没有 实际的 翻例 现在 就以实际的 情境 来让你 这个 探索 让你 反思 让你呢 学习 收音推理法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 来回顾 收音推理 啰 所以 这四项 假设性思维的背后 就是 收音推理法 收音推理法呢 是先去观察这个现象 观察现象 这个现象呢 就包括呢 这一个 这一个愿景 包括我们所期待的梦想 这个 vision 还有 等前的 现实的情况 叫做 reality 都要去了解 了解 那这个 这里头呢 有包括呢 可能会 更多的 名词呢 可能包括了 是 问题 Problem 那么 还有 可能 有人喜欢用的叫做 requirement 叫做 需求 需求 就可能包括有 问题 需求 愿景 还有 现实 这现实呢 又是有一个名词 叫做 constraint 限制 这是限制 限制条件 constraint OK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 观察的 这个现象 观察呢 然后 猜测 就是先去观察 然后猜测 这个背后的可能原因 OK 那这里头呢 是含有这个 创造性 所以呢 它是一个 我们在做 测类性思索的时候 它的背后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基础 这一个叫做 缩因 逻辑推理法 那 那 说 缩因逻辑呢 是假设 否定的一种逻辑 并不是 实证的 它重点是在 否证的 OK 这一种逻辑 透过检验的方式 发现走不通的路 就把它删除掉 好 那我们 还是一样 在以这一个 啊 这个 重牛斗的例子 所以 首先观察 一群 养乳牛的村庄 的人 几多人都没有 得天花 所以呢 这一个 它就 去推理 因为它去观察 啊 这个 啊 这一个 没有 得天花的人 那么 发现了 这个 啊 得出的 这个推理 啊 得出的推理 但是这个推理呢 还是想象中的 所以它 推理呢 一旦 有 感染过 牛豆的 这个 啊 起牛奶的人 他就 不会得天花 因为他 就获得了 天花的美丽力 啊 所以呢 他 就 基于这个推论 而找到这个原因 找到这个原因 就是 种牛豆 可以 天花美丽 OK 啊 所以 种牛豆 对 有牛豆 就是因 免疫 对天花免疫 就是果 啊 然后如果这样的 啊 是正确的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因 当中 找出 行动 来创造这个果 这个行动 就是 种牛豆 所以现在有好多小孩子呢 一出生了 到中 苗豆 就是这样来的 那就叫做 缩银推理法 那也就是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一个观察到 天花免疫 有些 有些 这个 为什么 这一个 一个村庄 都养乳牛 但是 很多人没有得天花 天花 所以这个 天花免疫 这是一个 国 然后呢 就用这个 想象的 先推理 他应该是 得过牛豆 应该啦 这是他在推理嘛 就是 应该是 得过牛豆 才会 这一个免疫 若 P 那么 则Q OK 若P则Q 因此呢 就得到 这个 他的音 所以才叫做 缩音 OK 从 这一个 看到 眼睛看到的 脑筋 假设的 想到的 就要推出 他的音 好 那 所以 若P 则Q OK 如果 得牛豆 就不会得天花 OK 那就叫 若P则Q OK 好 那再来 否证 那 这个有时候呢 不容易 使证嘛 所以 否证 那就是 再去观察 观察到 非Q的现象 然后呢 如果呢 有 得到的 是P 那么就 把它否证掉了 因此呢 就去看 有没有得天花的人 是不是 种牛豆 如果种牛豆 还得天花 那就表示呢 这个推理呢 是错误的 他不是因为牛豆 才免疫的 不是 因为牛豆 就能免疫 OK 不是 因为牛豆 就能免疫 所以呢 就会把它推翻掉 OK 就叫做否证 否证 OK 所以呢 顺序就这样 先看 这个结果 先看现象 然后呢 做假定 找到因 找到因 OK 之后 再来否证 尝试着 尝试着去否证 对不对 尝试着 去否证 看 OK 那我们现在 就 来 基于这个 受因推理法 然后呢 来支撑 我们的 四项 假设性思维 我们来发挥一下 四项 假设性思维 来 第一个 先做观察 OK 先 探索 这个愿景 先观 观察 愿景 跟 现实的 景象 这叫做 现实 的 景象 风景的景 现实的 景象 OK 现实的 景象 那这是 我们的 从这个 idea 然后 到梦想 然后 到愿景 观察 OK 好啦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这个位置 先要做观察 这里是 Q的位置 所以要观想 愿景 观察 眼前的 现实景象 要做观察 对不对 观察了之后 才来做假定 才来做假定 所以这叫做 观想 观想的意思就是 把愿景 变得 栩栩如生 就是在 心中 这 愿景 栩栩如生 OK 就是叫做观想 把这个 愿景呢 想象的 很清晰 很逼真 在心中呢 好像就在 眼前 的那种 那种 栩栩如生的 感觉 这叫做观想 OK 叫观想 这个观察 现实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 所以就不太疼了 OK 好 那我们先来观察 问题的来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观察什么 对 有些人包括 观察vision 对不对 观察reality 有的人呢 谈到了叫 不要观察problem 反正 这些都是 同样一件事情的 不同的名词 或是叫requirement 或者叫做constraint 其实都是 很多名词 但是 都是我们要观察的 一个 现象 的 不同的 这个名词 或是不同的 范围 好了 OK 所以我们就 不再 斟酌于 要观察什么 我们现在 重心的是 告诉你 要展开观察 OK 在这个时候 心智上 要展开观察 所以呢 跨平台 就是跨别人的平台 我们把它限制一下 就暂时呢 跨自己的平台 就不再谈了 先针对 跨别人的平台 所以接下来 在这个单元 所谈的 所谓跨平台 都是指 跨别人的平台 这个问题 有两个来源 就是终端产品 总是面对 外来的芯片 的一种变化 这称为呢 跨小平台 就是芯片 这是 小的硬件 就是核心的 小硬件 所以我们就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硬件 只是 体积蛮小的 所以我就给它称为 叫做跨小平台 那Android呢 哇 它这个就 是平台的软件嘛 所有的 这个硬件 都被它包起来 对不对 在我们 做终端产品的时候 看到的 就是 小平台 加这一个 上面的 把它包装起来的 那一个Android的 平台咯 就Android平台呢 它是比较 上边 它包装了很多硬件 对不对 我们的看法 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可以选别的名词 OK 这些东西 都是 心智上的应用 都不是 一个说 大家要追求的 一个共同的名词 没有 我现在 还是一样 只是跟你分享 跟你分享 这里头有很多 是我的创意 包括这个名词 都是我的创意 OK 所以我现在只在翻 跟你分享 高老师的 这个创意 为什么这么多 对不对 比如说创EIT 还有 创这个商业模式 应用结合销售 这个等等的商业模式 还有创客丁配件市场的 商业模式 还有创造 这个最近高老师 发表的论文 就是在清华的这个设计管理 国际性的这个论坛 发表的设计方面的这个论文 OK 那为什么这么多创意呢 那我就跟你分享分享嘛 OK 好 那就是 我现在不是 你的重心不要放在这个芯片的API等等这一些细节 你现在重点要放在 这个看看高老师在观察 所谓观察是观察什么 这样子是比较重点 重点在观察这个字 而不在于这个观察的细节 因为这个细节呢 那你知道要观察什么 对于细节呢 你可以找很多专家 来协助你 好吗 所以 低段架构思 有很多专家 顾问 可以来帮你的 所以你要懂得 要观察什么 你才会去找 专家顾问 来协助你 OK 所以重点 在观察 OK 所以 我们要观察到 跨小平台 观察到 跨平台的问题 那 小平台呢 就是芯片会一直的 改变 那么 Android呢 因为是开源开放的软件 所以呢 它的版本 升级非常的快 还有 因为 碎片化的因素 不是只有 Google有升级 有版本的问题 这个各家的 芯片厂商 都可以去改Android 所以芯片厂商 都有它自己 版本 一个细微修正 的这个 版本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 问题的来源 那 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那么 如果芯片改版 那我们该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追得很痛苦 那么 这个Android升级啦 升到4.0啦 那么 这个 各家的芯片厂商 拿了4.0 来改成 它自己的 比如说 这个 AA公司 它修正过后 的 这个4.0 对不对 那又变成 一个小版本 那么 这么多 这么多的 非常复杂的 问题跟现象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要 想办法来 掌握简单 操控复杂嘛 好 那这个 跨自己平台的问题呢 就是自己平台 差异化越来越多 自己也会去改Android呀 自己也会去 做修正啊 所以自己的版本 也越来越多 刚刚是怪别人 现在是要怪自己咯 所以 随着自己公司A5的成长 自己的版本也变多了 原来碎片化 我们也是 这一个 帮凶之一咯 所以那 怎么去包容自己平台的差异化呢 那在这里呢 这叫做跨自己平台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要观察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做一个假设 假设呢 如果我们有能力 可以跨别人的平台 也有能力跨自己的平台 所以呢 就基于这项假设呢 那么 我们就暂时 不考虑 跨自己平台咯 我们就先 计较于跨别人平台 的这个策略 的 思索 跟 啊 这个 制定 OK 跟领定 好 那就是说 我们既然有能力 可以跨别人 我们就能跨自己 所以呢 就暂时不谈 跨自己咯 我们把我们的 换为缩小 这叫做减法 这也算是一种 减法的 思维 OK 把它 删除掉 一些 暂时 啊 不用花太多精神的 把我们的精力 聚焦在 跨别人的平台上 OK 好了 现在我们就 来观察咯 实际上 刚刚说要观察 对不对 那么观察到 这一个 啊 刚刚有观察到 这个问题咯 啊 问题的来源 这是我们观察的 观察到问题的来源之后 我们心中 就会知道啦 啊 这个现实 跟愿景 梦想 之间是有漏差的 啊 是有漏差的 啊 那么如果没有漏差 那么 啊 就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没愿景 只有现实 另一种情况 就是现实已经 啊 迈向愿景了 那时候愿景成真了 OK 啊 那现在因为 我们并没有 我们心中还是有美好的愿景 我们要追求 高尚的普遍性 OK 那现实呢 就刚刚所提到的 这一个 啊 碎片化的问题 都还在 所以呢 这个愿景 啊 还没有成真 那么 我们也 不愿意 把愿景丢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一个 vision 跟reality之间 有一个gap的存在 那我们的策略 我们为什么要定策略 就是要把这个 啊 gap呢 啊 这个 把它变为0 OK 把它缩小 啊 缩小 啊 缩小这个gap OK 这是我们的策略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现象 啊 观察到的 这个q 哦 就观察了 有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炼景 还有现实 然后发现到 它之间有这个gap 所以 所谓现实呢 我们不得不 使用别人的芯片 对不对 比如说电视机 你不得不用 这个存心的 这个android电视机芯片 因为啊 它把很多android的都做进去了 所以用它 那你用了芯片 你不得不用美国的CPU 啊 等等的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我们不得不用别人的芯片 但是 用了它 就被它绑住了 就被它绑住了 我们又不得不用android平台 但是 它天天都在改变 那 我天天都在 无杀阵塔 我天天都在 变动的环境下 来做我的产品 那它一变 我的产品 马上又要变 所以我会 追得很辛苦 那就就是 现实咯 也就是问题咯 也就是requirement咯 需求咯 也就是custrain咯 OK 好 那我们的愿景就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呢 这一个 在不同的芯片上 可以跑 但是可以不要改太多 那么 我的产品呢 能够一在一多的芯片上面跑 能够在一多的 这个android呢 适用于这个 这个android的改变 都不影响我 那我这一个产品呢 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 对不对 所以中间会有这一个gap的存在 所以呢 我们要去找这个车类 所以才要应用这些思维 这个包括收音推理 包括事项假设性的思维 来让我们有效的 有步骤的 找出我们的跨平台车类 好 那观察到的现象 还有更多的细节 这个 例如呢 camera 这些dinis驱动 都是没标准的 都是由 AP的厂商来实现 就是终端的厂商 所以呢 每个方案都不一样 所以呢 涉及呢 各多厂商的配合的问题 也就是说 各家厂商自己有他的差异化 所以呢 让我们的这一个终端产品 这边的厂商 不是指终端厂商 这边有AP的厂商 还有这一个 camera的一个模块 提供的厂商 所以涉及到 多家厂商的配合问题 问题就很复杂了 很复杂了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 像telephone的主体的框架 是由Android来实现的 刚刚这边是由厂商来实现的 所以有一些部分 有一些API 是由芯片厂商提供的 或者是模块给提供的 有些呢 是躲在这个Android的API里头 因为是由Android来实现 Android提供API 但是芯片厂商 可以在里头做修改 所以芯片厂商的差异化 躲在Android的API里 后面 而且厂商分散于Android的各个层级当中 所以呢 让Android呢 更加的碎片化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 它在这里 我们透过这个图呢 引导我们继续的去探索 更详细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这里只是挤出来 告诉你说 这里只是一个方向 这里 但是这些 不是足够我们 足够的认知 所以还要再去 这一个做更详细的 一个收集事实 来了解这个现象 我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只是一个引导 在说明这个GAP的主要的来源 那要对这个GAP呢 要去把它缩小 要定侧类 不能只靠这么简单的 几个条文 这只是在说明 这一个主要的一个起源 主要的 那要观察到这个GAP呢 要做更详细的观察咯 还有这个问题咯 刚刚讲的 就是有 可以从这一个 变景需求 问题限制 都可以来观察这个现象 所以智能终端 总是面对外来的新变的善变 那么架构式呢 就是要有车类 来跨这个平台 那么芯片的API 也各式各样的 都是善变的 那这个其实刚刚的问题呢 跟需求都是一样的 地质围绕的 这样的一个芯片的善变 那我们也要跟着变 所以呢 就跟着很累咯 所以呢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现象 好 就是知道了 很清晰的知道 愿景 而且呢 很清晰的知道 现实情况之后 就发现这个GAP咯 那接下来 就要去思索 这个 我们的 这个解决策略是什么 能够把这个收短 把GAP呢 收短 收小 把GAP收小 OK 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现实 迈向愿景 不是放弃愿景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下一个小回合 就要来探索 拟定这个策略 那我们的观想 跟现实 观察现实呢 已经做到了 接下来 就要做 拟定策略 拟定策略 就要做假定咯 就要做假定咯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到 Vision 跟Reality的这个漏差咯 这个GAP 这个差距 好 那么差距呢 接下来就要 依照受音推理法 我们对于现象 足够的细腻的观察 跟了解 之后要开始做假定咯 这次下一回合呢 要开始就走这个 带你呢 来分享高老师 怎么做假定的 然后呢 假定之后 我们就会 找到 这一个原因 找到原因 OK 找到原因 然后再来否证 如果呢 没有办法否证 到最后呢 也找出更多的实证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找到呢 这个变景成针的结果 是来自于有效的策略 所以我们的目标 就是 透过 这一个 现实的观察 来拟定假设 拟定假设之后 找到这个 有效的 手段 有效的 行动 来创造 我们让我们的 变景成针 所以 若P 则Q OK 若我们 找到有效的策略 而且执行 有效的策略 那我们的 这个 reality 我们的现实 就会有所改善 reality 就会 迈向 变景 它的gap 就会缩小 我们的 梦想 就会成针 OK 好 那我就帮你解释 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